想要跟艾木工這份的真好大意義 讓這35歲用交機有了勇氣 回來追拿開創工作室 其實我覺得可以在這邊 如果造就一些年輕人回歸 工作機會 其實這是我比較喜歡 比較嚮往想做的一件事 當然會有爭執 因為這其實還是有現實面要考量 我覺得喜歡木頭的人 其實都會莫名的 這散熱抽屜是我朋友撿給我的 然後我就做了一個房子給他住 像這個回收的那個 以前那種木器廠 他做那個桌子的角 那我就把它 就是依他的規格去 去做了一個門 把火器的木材家裡用家裡創機 變身另外特別家具 這就是因為焦機中屬木工 一直在弄的方向 半成品然後就是 半成品給那個小朋友去 他們可以去磨 木頭它其實很珍貴 雖然是餘料有些木材 就是材去燒 那我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這個木頭 其實就是可以再加工 然後 就是做成有用的東西 北維朗如果沒有看好的木材廠 走出另外一片天 因爲早期沒有提供設計家具 在沒有提供用品 那幫文章設計師完成實體上品 小一點像一些文創商品 然後 像一些 那個設計公司 其實設計公司我接蠻多的 然後 還有飯店 餐廳民宿 就是一些空間 空間規劃 老舊的木工為什麼會被這個市場淘汰 其實 我覺得就是沒有新的設計 對 你看歐美 那歐美其實 他們會有一個很好的概念 給木頭一個新的生命 餐廠旗等來故鄉開創工作室 援助自己的理念 這份來真的影響 口班出身的少年 百江西夫 自己出來創業 你要做兩米米不容易 這個其實我是自己練習的 如果做大一點會比較容易 之前公司 因為之前公司感覺快倒了 這邊 因爲剛剛我旁邊 有他那個資源 我就不用買了 他買他的機械 他有他的機械 我都跟他借了 憲章餐廠旗和有一樣 理念的不關 這張藝術最經典最難 推電手做主文不講 讓這個有溫暖 有認真 你的手藝術一直音效下去 記者的給我三差不多